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又再去插入一张新的页面 就这里面是不是就纯粹的文字 因为我觉得我们先了解图片 你看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选到这张图片跟这张图片 我选到两张图片 然后接下来我点它 它两张图片就对掉 那例如说这张图片跟这张图片 就是我选到两张图片 我点它 是不是这两张图片就对掉了 它只是在做那个图片对掉 我觉得这还好 可是现在重点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这个图片 图片格式里面 我想这边还有什么校正什么 所有这些内容都不及文绕图来的重要 所以我想先介绍文绕图 文绕图 你看我想无非就是举行紧密上下穿透等等这些的方式 首先我们稍微把这个图变小 然后比例稍微放大一点 我想要这样子来去看文字跟图片之间的关系 那首先当我今天我要这张 我用五尾熊好了 五尾熊这个范例可能会比较 好 例如说这张五尾熊 然后我想要把它排进去 那现在是什么 现在文字在上面 然后五尾熊在下面 那就是上下的关系 那他是不是在同一层 不是 正因为他不是在同一层 这个 这个五尾熊他不是在同一层 所以在这个地方 没有其他种排列的方式 因为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来看 来看另外一种排列文字的方式 我把五尾熊设为举行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假如说我现在 我下面那一层是什么 是五尾熊 下面这一层是文字 所以我连这个图片我都不好选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我现在呢 我要告诉你们说 请把这张图 例如说剪下来 好 然后贴到 例如说这个地方好了 这边来去做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张图 这张图跟文字之间就有关系了 例如说 他在同一层里面 刚刚在不同层 因为请问一下 假设我们先放文字进去 再插入图片 他就原则上预设在不同层 不同层的话 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个选的问题 因为你选不到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文件 例如说放在这边 我们来谈一个合理性 请问图片一定要放在什么地方 一定要放在这个文件里面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图片跟文字 是不是就会产生 所谓的一个文绕图的一个问题 需要我们来去解决 举例来说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我格式文绕图 然后接下来有五 举行紧密 上极下穿透 这个时候 例如说 假设我设为上极下好了 上下 就是说 上面有文字 下面文字 左右没有文字 这叫上极下 那文绕图这边 假设我设成紧密 它是不是就可以排得密密的 或者是说 我今天我可以选择穿透 可是现在 现在因为它在同一层 所以不能设穿透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穿透的意思 其实还有一 对不起 在同一层里面 就是当图片是不规则型 例如说 就是假如说图片本身 它是一个 例如说心形的图片 这个时候 紧密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会有文字 这就是紧密的排列方式 好 那我们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例如说举行好了 例如说 当我今天射到这个地方 射到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 我 左边 右边 都可以呈现 有文字的状态 好 这个就是我们本来就应该 知道的文绕图的概念 只是做法是什么呢 例如说你看现在我把这个文件 这个图片 我把它放进来 它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在同一层 怎么样让它在同一层 产生那个文绕图的方式呢 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 先把它剪下来 所以在常用里面剪下 我先把那张图片剪下 然后例如说贴到这一个文字里面 所以贴上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那个 例如说格式里面的文绕图的设定了 好 所以这是文绕图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文绕图本来在这里哦 在这里 是不是这样可以排列 那如果搬出来 它又恢复原状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 产生一个就是文绕图 例如说这边有文字 这边有图片 是排 例如说这边的矩形 不需要不先 不像 Ice 看 诶 十